世界巨瓜 吹牛老爹 美国要稳交付被捕 他可是把美国所有的重罪 全都犯了一个遍 臭名昭著 罪恶滔天 我把他这个事儿 昨天报道了 竟然还有网友说 你看你现在美国 竟然说美国不好 你人品有问题 天哪 我这客观报道事实 现在在美国都 各大新闻媒体头条 追踪报道 不光是美国 全世界都在看他这事儿吧 我报道为什么不行了 美国官方媒体 CNN 福克斯新闻 纽约时报 黄盛顿时报 NBC ABC News 全都在追踪 报道他这个事件 今天又报道了 他是被捕以后 首次在公众面前露面 明年的5月份 他就要被判刑了 为什么吹牛老爹 让人们咬牙切齿 他持续了25年的 臭名昭著的 那个疯狂派对 里面有很多的未成年人 其中就有很多的童星 我一想想 我就感觉 我儿子 我女儿 这个成长的这个环境 我就感觉心惊胆战的 那些不好的地方 真的是不能去 并且千万不要被金钱 名利迷入双眼 千万不要以为 那些高高在上的人 优弥的人 都是正直善良高尚的 大家知不知道 春牛老爹 对贾斯丁比伯 就是那个同情出道 唱歌特别好的 他对他做了什么事 大家知道吗 贾斯丁比伯 是加拿大人 他出生在加拿大 08年出生 45岁的时候 就显示出很多音乐才华了 自己自学钢琴 吉他 敲鼓 他在14岁的时候 翻唱了别人的歌曲 放在网络上 偶然爆红 就被亚瑟小子给发现了 这个亚瑟小子 他就是春牛老爹 给扶植起来的 春春牛老爹 曾经说 亚瑟小子 跟我一起起床 很有可能 这个亚瑟小子 是帮春牛老爹 物色新人 自己能有喘息的机会 接下来春牛老爹 可是给贾斯丁比伯 举办了一场 非常盛大的 连续了48个小时的 疯狂派对 人家老爹说了 这场派对 是每一个15岁的年轻人 都喜欢的 梦寐以求的 这里面到干什么了 只有他们知道 派对结束以后 春牛老爹 就狂制一个豪车 送给贾斯丁比伯 在这种精神 和肉体的控制之下 你说贾斯丁比伯 十几岁的小孩 他能忍受得了吗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 他的这个行为 确实是很奇怪 很颓废 甚至有一些粉丝 喊他 滚出美国 后来贾斯丁比伯 用一个MV 告诉大家 他为什么从一个 万众瞩目 受人喜欢的一个小男孩 变成了一个 大家都厌弃的 讨厌的一个人 贾斯丁比伯 亚密这个MTV 看了真的 让人毛骨悚然 充满了隐喻 西方人是特别喜欢 用这种视觉隐喻的形式 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的 是从他的古代 开始就有这个 原来的油画 就有很多的那种隐喻 因为我也是学油画的 我一看到他 这个亚密MTV 这种视觉隐喻的呈现 那完全就是他内心的 想表达的东西 MTV的开始 贾斯丁比伯 从厨房进入到这些 贵客云集的餐厅 厨房是制作食物 的地方 食物拿出来的地方 贾斯丁比伯 隐喻自己 就是这些达官显贵 享用的美食之一 然后看到 穿着成人打扮的 一些孩子 在演奏乐器 而且其中一个 女生的那个表情 是特别惊恐 紧张的 接下来食物上面 有很多的樱桃 这个樱桃 在一个西方文化里 有很多隐喻的 它的英文叫cherry 它还有奶头的意思 是有性的象征 还有这个处子之身的意思 所以这个是隐喻 内涵很深 随后端来了很多 非常奇怪的食物 咚咚的 非常Q弹 让人有很多的联想 这些达官显贵 在吃东西的时候 那样子 根本就不优雅 完全像是 非常贪婪的野兽一样 它的餐桌上 出现了一个颜色 非常漂亮 很诱人的果汁 这可是非常 重要的道具了 有了这个果汁之后 它就表情啊 动作就感觉是 模模糊糊的 神志不清的样子 就跟那些老头老太的 达官显贵 玩了起来 所以在最右边呢 一直有一个 戴着墨镜的黑人 穿着西装革履的 一直在监视着他 这也是隐喻 彼伯的老板 他的老板的形象 就是这样的 他的老板李德 可是背负了 很多性骚扰的罪名 在彼伯 十四五岁的时候 这个老板李德 曾经接受过采访 说哇 这个孩子太漂亮了 长得像女的一样 这可真的是 太露骨的表达了 灯光一暗 从桌上出现 很多非常性感的 那些女孩男孩 然后那些老头老太的 达官显贵 就跟他们嗨起来了 整个画面 就特别的性感放纵 最后盘子上的蛋糕 变成了 彼伯小时候的头像 他隐喻自己 也是这些人的盘中之餐 就在彼伯拍摄 这个MTV的过程中 他真的是痛哭流涕 很多次 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根本就无法工作下去了 那段时间 他说是非常痛苦的 感觉自己就要死了 他的保安 工作人员 真是每隔几分钟 就过来检查他的脉搏 是不是还活着 这可想而知 彼伯是经历了 多么惨痛的经历 发布这个MTV之前 他也在社交平台上 发了很多小婴儿的照片 为了引起大家的关注 这个真的不是偶然的 他完全就是隐喻 有所指 但是他不能完全说出来 因为压力巨大 老爹那可是一手遮天 他不只是非常有名望 而且他有自己的商业帝国 彼伯作为一个小小的年轻人 哪能斗得过他们呢 这些有了身份地位 有了米的人 真的觉得无法无天了 已经完全受性显现了 点个关注 带大家聊天美国 认识世界 点个关注